提起功夫边的代表 成龙和李连杰无疑是其中最闪耀的两颗星 而且无论在影片数量获奖成绩 甚至在好莱坞的声望中 以及国际的影响力 两人都是其风对手 降与良才 不过在很多时候 成龙和李连杰也经常会被拿来做比较 比如谁的功夫更高 谁的票房更好 但是自古文无第一 无第二 非要在这上面分出个高低 在他们两个人看来 确实是挺幼稚的做法 不过自古以来都是亡不见亡 特别是两大动作高手 一旦在一起合作拍片 难免会被人比较来比较去 可能一部电影拍完了 为了避免这种流言蜚语 没有第二次合作的机会了 但是李连杰和成龙 不仅在2002年一起拍摄了电影终极之战 还在2008年 又一次合作了电影功夫之王 可以说是非常难得了 其实在上世纪70年代末 成龙就成为了香港电影中功夫电影的代表人物 这个来自于传统戏剧中的功夫演员 凭借着他的杂爪般的动作特点 以及结合了末片时代的喜剧大师 卓别林氏的动作喜剧特色 使得成龙成为了功夫历史上 后李小龙时代最伟大的功夫巨星 而在上世纪80年代 另一位功夫巨星李连杰 凭借着少林寺横空出世 自此在功夫电影的江湖里 形成了成龙和李连杰 在世界范围内双雄争霸的场面 成龙在电影中 充满奋劲和拼搏精神的普通人 而李连杰因为是武术套路 所以李连杰的风格更具有武术的美感 成龙曾经在节目中坦言 认识李连杰 他花费了四个月的时间 而且在他这个年纪 已经很难交到真心朋友了 只不过现如今 成龙大哥老了 李连杰病了 我想以后真的很难再看到 两位动作片的大师级人物 在一起合作新的电影了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 星星相惜 英雄西雍雄吧 但凡事都有个例外 相信在有生之年 说不定两个人会再度携手呢